累計超過百例確診 那麼今天將針對 加值園區內相關公司 來進行二採 我們先聽陶雲疫情記者會的 最新狀況 我們擴大設置了採檢站 昨天一共採檢了4,235位 那麼全數都是陰性 另外有足跡活動 關聯的是鴻海的南砍廠 我們進行了職場 753人的專案採檢 目前結果也都是陰性 這個是有關 這個遠雄自由貿易港區的清零計畫 那我們希望多層次擴大採檢 以及二採的這個做法 那二採後也會由 這個公司再發給員工快篩試劑 那麼進行後續的這個快篩 那我想這個目的是希望 讓園區要採取清零計畫 那確保營運安全 那園區外有社區的足跡跟活動的部分 那除了擴大採檢以外 我們有足跡一天公布兩次 那環保局那麼足跡熱點全部消毒 所以這消毒的數量 那麼以這個專案來講已經超過500個以上 那我想主要也是確保社區的安全 好這次有關喔 這個這一次這個亞序電腦的這個群聚感染事件 我們擴大整個自貿港區的清零計畫 那目前我們有衛福部以及這個勞動部 抱歉勞動部以及勞動局 有12組人那麼有組織的一個關懷小組 針對這個我們確診或者是隔離的移工進行關懷 希望也能夠給他們支持 那目前針對外籍移工的這個整個防疫應變措施 我們進行了一個快篩的專案 那僱用移工50人以上的事業單位 那在桃園有297家 那總共有43,575人 那我們發送快篩試劑 那工業區的部分有工業局負責 那工業區外有市政府勞動局負責 那昨天都已經發送完畢 那所有的事業單位必須在今天晚上9點前完成快篩 那明天中午前回報勞動局 如果有快篩陽性有勞動局 來負責安排到這個PCR採檢 那因為桃園的外籍移工有11萬7千人 所以我們的做法還要再擴大 我們第二階段那僱用20人以上 一共有1423家 那我們這個已經採購了這個3萬劑 那另外來發送給僱用20人以上 所以總計有我們會採檢的總數量 會到達7萬3千5百75人 1720家廠商 我們希望僱用外籍移工的這個事業單位 也能夠針對移工的這個健康管理 做最快最好的處理 當然這個其他的本國員工那麼也有必要 那中央正在做討論 要不要擴大到本國員工的部分 那我想這個群聚感染的事件 也讓疫苗的接種意願提高 那我來說明一下 那麼除了第19期20期 已經在過年前接種 那21期要在過年後2月7號開始接種 那我們希望能夠這個過年前 過年中 過年後 這三個時段 也能夠利用20期跟21期的空檔 那加強接種 加強覆蓋率 我們第20期接種到1月27號 那我們把所剩下來的莫德納疫苗 在1月27號下午 社區接種站 那麼開放給65歲以上的長者 那麼能夠到這個各社區接種站來接種 那避免他們這個還沒預約到 很擔心 那這部分每個接種站 今天將進行二採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中立國小今天也採取預防性停課 這是剛才桃園市府疫情的最新記者會說明 以上 好